天陵市池州功德会17号上午 在吉安乡的福星村土地公庙前广场 举办爱心奖助学金的颁证活动 这次有420位弱势家庭和学童受惠 乡长游淑珍特别前往为学童们交打气 也致正感谢状 感谢社会各界的善心和温暖 天陵市池州功德会17号上午 在吉安乡福星村土地公庙前广场 举办了爱心奖助学金颁证活动 现场涌入满满人潮 而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也集结台湾省城隍庙及中华民国十方爱心慈善会 共同捐赠7500斤的白米及民生物资 总共有420名学子及弱势家庭受惠 从我们第一届的理事长 就是我们天陵市的体人法师 他有感就是偏乡地区的孩子们 在学习上面的一些不足 所以他成立了这个池州小学堂 就是希望有更多弱势家庭的孩子可以得到在学习上的照顾 这次是我们第五年来到花莲这个地方 总共有受证420位小朋友 那让他们每一户都带了10斤米回家 可以算是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谢谢社会友爱共起我们关怀的这样的一个列车 其实天陵市执州功德会是每年都会来到这里 为我们的学子为我们的弱势来开启这样的长久性的服务 也谢谢我们台北市城隍庙基金会为我们带来的关怀 在我们这一次寄住了10帮爱心会 以及我们民友的事实会共同来协力 我们相信这一份力量是我们学子们的期望 在他们每一次每一天认真的同时 他们都会期待这样的一个奖学金 能够带给他们是一个正向信心的鼓励 更是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肯定 乡长游淑珍由总感谢天陵市执州功德会 及各个单位对于三星助学的投入 这不仅仅是牵起弱势家庭的温情 也成就优异清寒学子的求学梦 希望他们在长大后也能服务及回馈社会 让爱能永续传承 记者许立琴 吉安相报导